1112集 少宗主 洪亮沧桑的钟声响着天地 方圆数万里的上空 天幕猛然炸开 露出了无数的地火水风 似是要重新演化世界一般 本源耸立在主风顶端的索妖塔节节拔高 浑身爆发出了青铜色的神灰 让整片天地都被青铜色渲染 一条条秩序神恋洞穿虚空横跨在天空之上 天地动荡 大地不断地摇晃 一幅世界末日般的景象 索妖塔散发着恐怖的威压气息冲天而起 站在这颗星辰之外 向下俯瞰 可以看到无比惊人的一幕 星辰厚厚的大气层在这一刻猛然被撕裂 一股冲击波直接贯穿天地 天空之上出现了巨大的窟窿 无数高等卫面的能量被索妖塔牵引进来 可怕的预想横生 如此大的变故 让所有人都不知所措 发生了什么事情 一位千年王境界的外门弟子 呆呆地抬起头 看着这震撼的场景喃喃自语 那里是索妖塔 索妖塔里发生什么变故了 一个核心弟子也是心神被震慑 如此浩瀚的伪力 简直不可想象 另一个核心弟子 有些不安 心中猜测着 索妖塔是开派宗师代代传承下来的 到了如今 也不知道这其中到底锁了多少大妖魔 此时索妖塔的预变 难道是其中的绝世妖魔 弄出来的动静吗 终响九生 我万古天宗 后继有人 主峰的一座小院之中 松长也没有控制力道 捏碎了手中的茶杯 抬头看向索妖塔 轻声地呢喃着 索妖塔之内 一处神秘的空间中 一个树放着的 九色银白色的棺材 可怕的威压 自棺材之上传出 每一口棺材 赫然都是一件可怕无比的地冰 仅仅只是一口棺材 却是比起天地冰 还要更加可怕 这九口棺材的表面 有些无数的纹路 其上弥漫着汪洋式的 庞大的能量波动 一条条手臂粗细的赤金色锁链 缠绕在每一口棺材之上 绕势重重封印之下 可棺材之中 还是有着一丝丝漆黑绒门的气息 泄露了出来 这一缕缕漆黑色的气体 乃是精纯到极致的死气 可怕无比 哪怕是地军竟沾染上一缕 也是要遭受到重创 而九口棺材之内 死气如同汪洋 一旦爆发出来 方圆千万里之内 都会化为一片绝地 时隔九万三千年 这一次本尊倒要看看 谁还敢动手 一道四九游之下传来的轻探声 自其中的一口棺材之中响起 可怕的死气剧烈暴动 让棺材盖都是松动起来 赤金色的锁链 也是蒸蒸作响 顺影节而诞生的天命之子 另一个空间之中 原本正在闭关冲击碎星镜的 第一组睁开了双眼 眼中似乎有着无数的画面闪过 众生百态 而北风也是抬头看向索雅塔的方向 眼中有莫名的纹路闪现 两道食指般的光芒 自北风的双眼之中蹦射而出 北风赫然是勾动了道德注入的双眼 诗意哪怕隔着如此遥远的距离 北风也能够看得真切 只见索雅塔之上 一道青铜色的大门 直接自虚无之中浮现 一道人影自大门之后脉步而出 天不生我 万古如长夜 今日我枯荣为少宗主 浩瀚的威亚 自这个人的身影之上传出来 震动整片山河 随之而来的话语 更是让无数的弟子震动 少宗主 真是谁 疯了吗 宗门少宗主还没有确定下来 古一无神等人 都不敢狂妄地说自己是少宗主 不知所谓 古一师兄和无神师兄 还都只是少宗主的候选人之一 更别提还有白冰师姐高高在上 不少弟子都是议论纷纷 真是一场闹剧 争了这么久 没能压过古一也就罢了 白冰师姐更是恐怖 如今却是被后来人拘赏 也罢 今日之后就开始闭关 不到天地景 不出关 主风之上 无神摇头苦笑 别的弟子不知 自己又怎么不知呢 此人分明就是直接闯过了 第三十六层索妖塔 直接成为万古天宗少宗主 无神此时感觉的有些无趣 争来争取这么久 结果却是被人 后来者居上 另一处院落之中 一个俊美无比 眉心拥有着一团火焰纹路的少年 坐在池边 不时地投放耳料 池子之中赫然是数十条的园铃鱼 这种鱼珍贵无比 服下之后能够让人脱胎换骨 资质更强 任何一条都能够换取一株顶尖的灵药 可在这里 这些鱼也仅仅只是观赏物 当听到上空传来的声音之后 鼓一缓缓起身 表情没有任何变化 一语不发进入到密室之中 起身后 一池子的园铃鱼 则是猛然一颤 而后全数炸裂 银白色的血液 直接让水面变色 枯荣 北风嘴角上扬 有意思的人 只是不知道 自己与他比谁更强呢 三十六层 可惜 真想看看到底有多难 北风自语之后不再关注 无数的大人物带着一刻被惊动 都知晓终生久享的意思 纷纷神色复杂 万古天宗之内 少冬主之位绝大多数都只是摆设 唯有精彩绝艳之辈 才可位列少冬主之位 寻常的时期 都是由诸多长老共同选举 之所以这样 是因为位列少冬主之位 即使机遇 也是劫难 成为少冬主 可获得宗门最大的培养与保护 这是机遇 而劫难也是因为如此 有人的地方就有恩怨 木秀于林封闭催之 挺过去了 就可以乘风直上九万里 挺不过去 则是身死盗销 我的修为始终是短板 不能再拖下去了 十天 十天之后 就算御守堂没有过来找我 我也要兑换空剑园 一举突破的人黄金 北风的眼中闪过了绝绝 而一天之后 一则消息则是在 万古天宗之内传开 震惊无数弟子 居然是真的 这窟窿是谁 居然一举压过了 古一与无神师兄 可怕呀 只是才进入宗门不久的 核心弟子 居然就闯过了 三十六层索摇塔 历史上闯过 三十六层索摇塔之人 也只不过一掌之数吧 不知古一师兄 与无神师兄 能不能够咽下这口气 要知道 两位师兄都是被认为 最有可能继承 少东主之位的人 如今被一个新弟子抢走了 无数弟子随处可见 议论纷纷 还都在震惊当中 没有回过神来 听众朋友 感谢您的收听 感谢您的收听 感谢您的收听